大家好 我们上课 我们上次课 主要讲到的是水气病 因为水气病呢 我们还有一个方证没有讲完 所以我们水气病的最后的小节 我们等谈到肾阳虚 阳虚水泛症的证物堂的时候 我们再给大家做归纳 做总结 下面我们就谈一组脾虚的证后 先看第66条 翻汗后腐胀满者 后破生姜 拌下甘草人参汤组织 这条讲的是什么证后呢 讲的是脾虚气质富满证 这个证后它本身最初的时候 是由于脾气脾阳不足 那么当然它就运化湿丝 运化湿丝以后导致水湿内流 湿具未弹 已经产生了有形的弹湿之邪 所以谈诗组织 契机不畅 这样就导致了肤满 大家想一想 这个肤满属于虚症呢 还是属于实症 有说虚症 虚实夹杂 因为病本已虚 脾气虚脾阳虚 可是当它运化湿丝水湿内流 湿具未弹以后 有形的弹湿之邪组织 导致了富满 所以这种富满 是一个虚中加实的证后 对于虚症的富满 富满这个证后 从临床表现 临床特征上来看 虚症的 它是洗温洗暗 得温得暗的环节 洗温 洗暗 时满时减 有时候胀 有时候不胀 在什么时候 可以缓解呢 得温得暗后 缓解 得温暗后 可以缓解 如果一个肚子胀的病人 拿认识的误误物 很快缓解了 他在床上 肚子像垫一个枕头 压一压 很快缓解了 这就是个典型的虚性的富满 在山海论中 这种虚性的富满 用什么方子来治疗呢 用李中汤一类的方子 温中博虚 实症的富满 它是什么特点 它是富满不减 减不足颜 就是富胀满 24小时持续存在 医生一定要问他 难道你24小时 就没有减轻的时候吗 他说 即使偶尔有一点减轻 这种减轻也是微不足道的 那可能是我在看电视的时候 他的故事情节太吸引人了 我暂时没有太留意我的富满 似乎有点减轻 但这种减轻也是微不足道的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暗之痛 这就像金贵药律里所说的 富满暗之痛为实 暗之不痛为虚 虚中加实的富满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 后浆半干身汤 适应症的富满 它的特征是什么 它的特征是 一般上午轻 下午重 上午轻下午重 这符合什么呢 这符合十满十减 虚正的特点 它和富满不减减不足 炎的实证的特点是不一样的 可是重的时候 到了下午肚子胀的时候 不喜温暗 男生是在物有物 不管用 趴在镇头上 趴一会儿更胀了 甚至往镇头上一趴 它感到肚子疼 所以这又符合 实症的特征 因此我们就把这种症候 叫做虚中加实的负账了 对于一个富满这个症状来说 有虚有实 虚和实就是对欧统一的 在这里又提出了一种中间状态 虚中加实 所以可见临床上的疾病是复杂的 实症的富满 在《上寒论》中 富满不减 减不足炎 当下之一服大成气汤 我们将在扬明病片谈到 虚正的富满 它因之为病 富满而吐 食不下 自立一肾 食腹自痛 若下之必胸下节应 自立不可者属太阴 以其藏有寒故也当温之 我们将在《太阴病》片里讨论 我们现在讨论的 就是虚中加实的富满 它具备有上午比较轻 傍晚比较重 下午重 尤其是傍晚前后比较重 到了傍晚前后 肚子胀满 扣之如骨 甚至晚饭都吃不下去 第二天睡去觉 早晨起来 肚子又扁扁的 这就是虚中加实的富满 那么为什么这种症候 大多是上午轻 下午重 因为脾虚 运化机能低下 夜间 起码夜间人们都不吃饭 脾羊 脾气得到了一点修复 而且早晨吃的一半比较少 对脾的负担不重 而且自然界 上午的阳气 开始逐渐生发 所以脾羊 得到自然界阳气的这种支持 所以上午没有问题 中午又吃了一顿饭 到了下午 随着自然界阳气的衰退 脾羊 脾气得不到自然界阳气的资助 尤其是到了傍晚前后 阴气逐渐转胜 而人又经过了白天的 一天的操劳 所以这个时候 运化湿丝 痰湿内阻 气急庸致的症状 就更加突出 到了傍晚前后 腹部障满 扣脂如骨 饮食不下 这正是虚中加实的 这种富满的临床特征 舌相 一般来说 舌比较胖 边有齿痕 这是脾羊虚脾气虚的一种特征 舌也比较淡 胎呢比较厚腻 在沙汗论中 讲舌胎的地方不是太多 我们从临床观察来说 这种病人胎比较厚腻 这正提示了 痰湿 痰湿内肾 雍质气急的一种表现 治疗的方子 是厚破生姜 拌下甘草人参汤 我们简称是厚姜 拌干参汤 这张方子厚破 看它的药物组成 厚破半斤 生姜半斤 半下半生 甘草二两 人参一两 它是一水一斗 就是两千毫升 朱取三升 留下六百毫升 每次温服一升 就是每次喝二百毫升 日三服 因此上次的量 是三次治疗量 这样的话 我们折算一下张忠景 他的美味药的一次治疗量是多少 厚破是四十克 半斤不是一百二十五克吗 分三的话一次是四十克 厚破一次量是四十克 生姜一次量是四十克 半下 我们拿一百毫升 它是半生 一百毫升的半下 撑完了 然后除以三 我在这里写的是二十克 二十克 这个甘草一次量是十克 人参一次量只有五克 只有五克 以前我在我们富士医院做住院医生的时候 我管的一个病人 这个病本身是比较少见的病 它叫 顺眠性 振发性顺眠性血红蛋白鸟 这种病人呢 他本身红细胞的细胞膜 有生理缺陷 到了一定年龄发病的时候 这个细胞膜 在血液内酸度增高的时候 它就自然破坏 红细胞的细胞膜破坏以后 这个红细胞中的血红蛋白 就释放入血液中 所以第一天早晨起来 一看这个病人 他自己看到眼睛怎么黄了 脸也黄了 撒出的尿像酱油汤子一样 所以他就认为是一个 得了急性荒胆性肝炎 首先到我们医院急诊室看 我们急诊室的医生一看 老太太你是肝炎 你不用在我们这看 你赶快到第一传染病院 就是我们现在的地摊医院 他就到地摊医院去了 地摊医院的接诊课呢 也是年轻医生 一看他有荒胆 说你先住院吧 住了院以后咱们再化验 没想到住了院 第二天化验结果出来了 他不是黄胆性肝炎 肝功能正常 而是个溶血性黄胆 就可以诊断成振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 他的激励我刚才说过了 这种人他天生的 红细胞的细胞膜有生理缺陷 在血液内酸度增高的时候 到了一定的年龄 他会发病 在血液内酸度增高的时候 红细胞的细胞膜破坏 血红素释放入血液 就出现了这种溶血性黄胆的表现 什么情况下 血液内的酸度会高呢 特别是在睡眠状态下 血液内的二氧化碳浓度增高 当然他的酸度就会增高 所以他睡觉以后 第二天早晨起来 发现全身恍然 尿像健有汤子一样 等化验结果出来了 这个人当时有40多岁 不到50岁 一个女同志 他特别热心 因为他觉得别的荒诞性 肝炎的病人 或者呕吐 或者恶心 或者乏力 躺在床上就好像没有精神动 他觉得他还有精神 他又是给这个病人端水 又是给那个病人倒茶 又是给这个病人送饭 就是都是同病相连 都是同死的病友 等第二天 帮我把医生告诉他 说你不是黄胆肝炎 你这个病没有传染性 他一听 他一觉得 原来我不传染别人 那别人要传染我怎么办 所有的东西一概不收拾 又跑到我们医院去了 那天晚上 就是到我们医院以后 到我们急诊室 我们又是个年轻的大夫 当然不是头两天那个了 一看他这么慌上来 说你别来我们这 我们这是普通的医院 你应该到传染病院 他说小伙子别害怕 我不是传染性肝炎 今晚我们这大夫跟这凑 这大夫就直往后退 那个大夫给我讲的很有意思 说你看看我这是什么病 我说振发性 睡眠性 血红 蛋白尿 我能不能在你们这住院 这个大夫一看第一传染病院的诊断 正好我那天晚上在病房值班 对我打电话 说郝老师你看你那能不能收这个病人 我下急诊室一看 我说好这个病很少见 我们就收 就把老太太收进 其实叫人家老太太 人家那个时候还不到五十岁 就把他收到医院了 这个病呢 他因为他有溶血 他就有贫血 但是我们给他输血 又不能够一次大量的输 你想想给他输血之后 用了别人的血 也用了别人的血清 更容易引发溶血 所以每次少量的输一点 过去再输一点 这是一种输血的治疗 然后我们用了中药的治疗 也用了西药的一些治疗 那么试图改变他体内的这个酸碱度 治疗了一个阶段以后 溶血控制了 溶血控制了 血素也上去了 精神也不错了 我早晨插房的时候 他说都挺好 我说那你是不是准备出院啊 每天下午 我到了下午下班的时候 总要到病房再巡视一遍 等我下午下班 再巡视的时候 走到他床跟前 他又把衣服掀起来 拍着这个肚子 鼓得圆圆的 说好大夫 一敲 邦邦邦的响 说你什么时候 把我这个肚子胀 再给我治治 然后肚子不胀了 我就出院 我说行啊 我给你治治吧 他说你说我这个肚子胀是怎么回事 我说我早晨查房 你怎么不说呢 我的衣嘱都开出去了 他说我早晨不胀 上午也不胀 就到了傍晚的前后会胀 我说那我知道了 你是脾虚 你看他有瓶血吗 伸出了舌头胖胖的 淡淡的 舌太厚厚的 我说你是脾虚 运化机能低下 所以呢 谈食内生 是些组织 谈着组织 气机不畅 因此就出现了这种肚子胀 我说你是个虚重加实 我还真有办法治你这个虚重加实 他说那你给我开方吧 只好我的肚子胀我就出院 那个时候我们要求病房有周展率 所以我盼着他快点出院 我回去之后就开后浆拌干身汤 可是那个时候的后破这个药特别缺 如果像我们的年轻大夫 你要开上食客 再开上欺负药 药房那个老师傅就说 哎呀别让这年轻大夫把后破给浪费掉 咱有钢用在刀刃上 老大夫开后破 你开多少我都有 年轻大夫要开的 每副药10克的话 那么他就觉得 你让要吃七副药 你就浪费了70克后破 这个药房的这个老师傅心里特心疼 那他就会没有 所以我只能开6克 开6克每回都有 开10克 他就把方子我打回来 说没有 6克后破 生姜 我不是不爱吃姜吗 怪辣的 所以我也考虑到这个药的口感 生姜三片 半下大概是洗了10克 这是个常用量 因为我考虑到 它过去是一个溶血性黄达 脾虚是明显存在的 党身用了20克 甘草大概用了6克到10克 我现在记不清楚 这个方子开出去之后 这一两天的没什么反应 到了第三天上午早晨 我去查房去了 说好大夫 你看那个药 我已经吃上了 你看那个药真厉害 我心里很高兴 我以为疗效很好 他说我原来每天晚上 还能吃一小碗粥 自从吃了你这个药以后 我昨天晚上 连这碗粥也给节约了 我说你再说一遍 他说我昨天晚上 胀得更厉害了 吃了你的药 原来我还能吃一碗粥 结果昨天晚上 连这碗粥也不能吃了 说你说的挺好 说我是什么 虚重加实 怎么用起方来 不是这么回事 我说我用方没有问题 怎么会症状更加重 我说我去问问我的老师 那个时候刚毕业 很年轻 也不怕病人笑话 我说我去问问老师 说你快请教 请教老大夫 看这是怎么回事 我就拿着这个病例 拿着我开的方子 去请教呼吸术老师 胡老那个时候 也是我们东智门医院 特别善用精方的 一个老前辈 我想在座的 有好多人都知道他 胡锡树老师 我去问他的时候 他一看我的病例介绍 他呵呵笑了 他说你的辩证很对 可是你的药方子 药开的也很对 药量没有把握好 我说老师 我怎么药量没有把握好 他说你还记得 山下论原来的那个 厚江半干深汤的药物的药量吗 我说老师 我不记得 我能记住他的药物组成 我自个儿觉得已经很满足了 老师说 厚破半斤 将半斤 一身二草 也须分 半下半生 善除满 体须扶杖 此方针 其实在这之前 我根本不会背这个方个 我说老师 你说慢点 我记下来 从那我就把这个方个 记下来了 厚破半斤 将半斤 量很重 一身二草 也须分 人身只有一份 人身才是两份 而厚破和生姜 它却是八份 这剂量比例 不是显然一件吗 我把剂量比例 给颠倒过来了 补气的药 用了二十克 党参 甘草用了六克 而厚破生姜 只用了六克 胡老师 你怎么用这么少的 生姜和厚破呀 我说老师 我要开厚破 开十克 开上七副药 药房的老师 我特心疼这个厚破 怕我不会用 所以他就说 没有 就不过拿药 他说来 我给你签字 咱们厚破用热 二十克 胡老签字 药房的师傅就给 那真是这样 那个时候我可知道 药房的师傅 他怕年轻人 不会用这个药 给浪费掉 当然 也可以说 他有点势利严 我说生姜用多少 胡老师 生姜用十五克 我说会不会太辣 胡老也是这么说 你是给他做饭 你是给他配药 所以生姜用十五克 这个党参改成六克 肝草改成六克 半下用了十五克 就这么一张方子 我说我现在 请教了胡老师了 给这个病人说 这个 还是这 我这五个药 剂量调了调 这个病人将进将疑 那就吃吧 第一天呢 没有明显的效果 第二天 第三天 肚子越来越不胀 肚子胀的程度 越来越轻越来越轻 吃了七复药 晚上肚子不胀了 他特别高兴 他说我肚子不胀了 那我要出院了 所以他那个时候 是四五十岁 我那个时候二十来岁 他把我当成小孩 他说好大夫 还要好好向胡大夫学习 好大夫的向胡大夫学习 所以这个剂量的比例 给我极深的印象 而这个病人呢 也跟我极深的印象 我现在还记着他的名字 还记得他的样子 所以后浆半干参汤 是治疗脾须 弹食组织 须中加食的 浮满的一张很好的方子 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它的剂量比例 因此后十一家说 这张方子是 补三消气之法 补三消气之法 而用于治疗什么呢 治疗须三十七之正 治疗须三十七之正 有一天一个同学说 郝老师 我听了你的这个讲课之后 我用后浆半干参汤 治疗这个肚子胀 结果用了好长时间都没有效 你说是怎么回事 我说这个人是谁 他说这个人是我 就是说这个学生 这个学生说这个人是他 我说你是什么地方胀 我说这是胀 我说这是肚子吗 我说这是胃 他把胃胀当成肚子胀 我说这个治胃胀 不应当用后浆半干参汤 而应当用矩脂浆汤 经过药流的矩脂浆汤 我说你现在 你没有用治胃胀的药 你用的是治疗肚子胀的药 当然没有效了 所以我们要区别清楚 胃完胀满 后浆半干参汤 效果不好 后浆半干参治疗的 就是齐咒胀满 大幅胀满 因为皮主大幅 所以他治疗的是皮须腐胀 而不是未须腐胀 这个我们要区别清楚 皮须症的第二个症后 是气血两须 心脏失痒 气血两须 心脏失痒症 也就是我们下面 将要谈到的 第102条的 小煎中汤的适应症 山寒23日 心中忌耳烦者 小煎中汤主治 一个外感病 病程已经两三天 在这里没有提到 用过什么物质 没有物质 结果就出现了 心中忌耳烦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这个病人 平素气血两须 在平常情况下 他没有明显的表现出 突出的不舒服的症状 我们经常有这种情况 平素气血不足 就是说体力 精力和正常的 别的人相比 有点不足 但是没有什么 特别的症状 可是一旦得了 外感病以后 得了伤寒病以后 由于正气 抗息一表 理气就更加虚衰 所以心脏失痒的 这个症状 就在得外感病 两三天以后 突出的表现出来了 心脏失痒就心忌 心神失痒就心烦 心脏失痒就出现了心忌 气血两须 心脏失痒则心忌 心神失痒则心烦 所以就出现了心中忌耳烦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虚人外感 是气血阴阳两虚 气血阴阳两虚 虚人外感 我们在治疗上 是什么样的原则呢 前几次课 我们曾经提到 食人伤寒发其汗 虚人伤寒见其中 这种虚人外感 我们只能用小煎中汤 温中补虚 温中补虚 意气阳血 温中补虚 意气阳血 小煎中汤这张方子 是桂枝汤备用勺药 再加乙汤所组成的 桂枝汤备用勺药 再加乙汤所组成的 上六位 一水七升 诸取三升去字 那一更上微火消解 温服一升日三服 所以他所开的这个量 是三次治疗量 我们要折合成 今天的量的话 一次治疗量应当怎么开 桂枝15克 甘草10克 大枣4枚 勺药30克 生姜15克 宜汤50克 宜汤50克 方后还有一句话说 欧家不可用渐中汤 以田固也 我们在前面讲 桂枝汤的禁忌症的时候 提到九克病 不可以桂枝当 因为九克病不喜欢甜 大家还记得那句话吧 得志则欧 以九克不喜干顾也 所谓九克病 是内有湿热的人 内有湿热的人呢 常常会有呕吐 所以这里所说的 欧家 就是经常有呕吐的人 也常常是湿热内圣 为其上腻的一种表现 所以湿热内圣 你用甜味的药 甜可以增湿啊 所以湿热内圣 经常有呕吐的 那不能够用 这个小煎中汤 因为小煎中汤 这张方子里头 有大量的宜汤 宜汤是什么 宜汤就是麦芽汤 北京有不少饭馆 做早点有那种糖油饼 糖油饼上面那层 甜甜的那种 黄黄的东西 那就是用宜汤做的 宜汤这个东西 它有补气养血的作用 它有肝缓止痛的作用 这个我们应当注意的是 宜汤不能够用 随便用其他的东西带 你用折糖带是不行的 用蜂蜜带也是不行的 小煎中汤 温中补虚 合理缓急 补医气血 除了治疗心中 肌耳繁之外 后面我们讲 邵阳病片的时候会提到 它特别能够治疗 气血不足 腹部肌肉饰养的 腹中狙肌疼痛 腹中狙肌疼痛 它治疗虚症的这种疼痛 是有很好的效果的 这一方面是因为 它重用勺药 又养血揉筋的作用 而且呢 它又重用疑糖 它又干缓解经的作用 所以后世一家 把这张方子广泛于治疗 什么胃疼啊 腹痛啊等等 有一个空军的一位干部 因为他有肥大性脊柱炎 脊柱的疼痛 关节的疼痛 还有慢性的溃疡病 有胃腕的疼痛 他就是全身都是难受 我在东西门医院的时候 他来找我看病 我一看 完全是气血两虚的一种表现 我就给他开了小煎中汤 我们东西门医院的药房 是有一堂的 在我们东西门医院拿药以后 吃了一个星期 效果很好 不仅胃痛缓解了 而且后背的 就是脊柱的疼痛 其他关节的疼痛也缓解了 他就特别高兴 他就给我打电话 说好大夫吃了你这个药 还真是所有的疼痛都缓解了 我当时说 这个肥大性脊柱炎 我没有什么办法 我只能给你治疗胃疼 我没想到 对脊柱的这种疼痛 和关节的疼痛 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可是又过了两周之后 他又来找我来了 我一看 脸也肿了 这个颜色 皮肤 这个面色 和我第一次看病的时候 也不搭对头了 不知道你怎么回事 他说你看 我在你们东西门医院拿的药 是有医糖的 我在空军医院拿药的时候 没有医糖 没有医糖 我就自作主张用了蜂蜜 没想到这个蜂蜜 可能是特别的 特殊的地方生产的 我对这种蜂蜜还过敏 现在我还是 你看我 你还能够看出个人来 我当初过敏严重的时候 整个脸全肿了 全身全是起这个风筝在搔痒 所以我是在医院 住了一堆医院之后 现在稍稍缓解了 我才来找你 说一趟也是甜的 蜂蜜也是甜的 我为什么不能够代替 我说这两种东西 它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我讲这个病例 是告诉大家 一堂就是一堂 不能够用蜂蜜 或者其他的东西来代替 代替的话 不仅达不到它的治疗效果 有时候可能还有不良的反应 下面我们谈一谈163条 163条是邪热下粒症 太阳病 外症未除 耳朔下之 遂邪热耳立 立下不止 心下脾硬 表里不结者 贵之人参汤主之 一个太阳病 外症未除 就是表症没有解除 医生的多次的用了卸下的方法 结果导致了 脾阳虚 脾气虚 脾阳虚 脾气虚 运化失丝 升降吻乱 吻失下注 于是就出现了下粒 立下不止 为什么中经把它叫做邪热耳立 其实这个下粒本身是虚寒性的 这个下粒本身是虚寒性的 为什么把它叫做邪热耳立呢 这个热指的是什么呢 邪是邪同的意思 这个热是指的表正的发热 就是下粒而伴随着 邪同着表正的发热 就把它叫做邪热力 也就是万有表正的发热 里有虚寒的下粒 这就是我们这条贵制人参汤 适应症的基本病基 下粒又伴随着表正的发热 就叫邪热力 而不是指的下粒的寒热属性 心下脾硬 是由于脾阳虚脾气虚 运化失丝 寒失凝制所造成的 脾阳虚脾气虚运化失丝 寒失凝制就会导致心下脾硬 升降文乱 寒失下注就会导致下粒不止 所以这两个 在理的主政 病基是相同的 都是脾阳虚脾气虚 运化失丝 如果寒失凝制 就导致心下脾硬 如果升降文乱 寒失下注 就导致下粒不止 这是一个表里同病 理虚呢 是脾阳虚脾气虚 而没有涉及到肾阳虚 脾虚的症候 相对来说是理虚 相对来说是理虚比较轻的 所以重景用理中汤来健脾 驱施 止蟹 温中健脾止蟹 加上一味桂枝 煎一截表 在温中补虚 止蟹的基础上 加一味桂枝 建议截表 这就是桂枝人参汤 我们应当特别注意的是 记住这个桂枝人参汤的药物组成 它是理中汤加桂枝 而不是桂枝加人参 我们多次考试 考这个桂枝人参汤的药物组成 有许多同学就达成了 桂枝汤加人参 理中汤的别名叫人参汤 也就是说人参汤是理中汤的别名 所以所谓桂枝人参汤 就是理中汤加人参 这个一定要记得住 以温中补虚 止蟹为主 将用一个桂枝 建议截表 看它的药量 桂枝四两 甘草四两 白竹三两 人参三两 甘姜三两 上五位 衣水九升 先竹四位 取五升 纳桂 纳桂 就是桂枝是后下的 为了截表 更竹取三升 去自 温福一升 日在夜一福 白天吃两次 夜间吃一次 所以这是三次治疗量 那么桂枝一次量是二十克 甘草一次量是二十克 白竹一次量是十五克 人参十五克 甘姜十五克 我们今天在用这张棒子的时候 可以参考它的一次治疗量 我们学习这一条 应当注意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 邪热力 邪热下力 我们在前面讲过一个葛根秦联堂 葛根秦联堂症后世一家 也把它叫做邪热力 但是葛根秦联堂症是李热下力 兼有表症的发热 我们现在讲的桂枝人参堂症 重经把它叫做邪热下力 实际上邪热下力这个名次 就源于张重经 归之人参堂症也属于邪热下力 但是它是李虚寒下力 兼有表症之发热 这样的话 我们对邪热下力 这个概念中的邪热就明白了 这个热不是指的下力的性质 而是指的它伴有表症的发热 葛根秦联堂治疗 表症的发热兼有李热的下力 归之人参堂治疗 表症的发热兼有李虚寒的下力 因此这又是一个对邮统一的一组方计 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在山寒论中 有十个方症出现过心下脾硬 或者心中脾硬 或者心下脾这样的症状 这十个方症 我们现在遇到的贵之人参堂症 只是第一个 贵之人参堂症之所以出现心下脾硬 是由于脾阳虚脾气虚运化失丝 寒失凝治中胶所造成的 所以用贵之人参堂 李中汤加贵之 只要脾阳脾气得以恢复 寒失得以温化 心中脾硬的这个症状 心下脾硬的这个症状就会缓解 以后我们再遇到其他心下脾硬 心中脾硬和心下脾的方症的时候 还会提到贵之人参堂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第二个问题 以上我们讲了脾须的症候 实际上只涉及到三个 一个是后浆半干参堂 它的适应症是脾阳虚脾气虚 运化失丝 痰失内生 痰失组织气机 导致了浮胀满 这种浮胀满是虚中加实的症候 它的临床特征是上午轻下午重 等它胀满严重的时候 不喜温暗 甚至有暗之痛的 类似于食症的特征 所以治疗用后浆半干参堂 以行气化痰造湿为主 躯邪气为主 用小剂量的人生和干草 健脾 补中 来治本 所以它是一个补三消气的方剂 这是我们治疗脾虚症的第一个方法 治疗脾虚症的第二个方法 是小煎中汤的实应症 小煎中汤 它本身是贵制汤 加重少药的用量 增强了它的养血效果 然后再加移糖 有益气的作用 所以小煎中汤是一张 补气阳血合理缓急 温中补虚的方子 尽管它是硅脂汤的加减 它和解肌 驱风调和盈味的这个作用 似乎没有任何关系 小煎中汤在这里是 温中补虚合理缓急 气血双补的 它可以治疗一个病人 平素气血两虚 在平常情况下 没有什么临床表现 一旦得外感病以后 正气抗息一表 理气就更加不足 这个时候 心脏失痒的症状 就表现出来了 心脏失痒 气血两虚 心脏失痒 就出现了心悸 气血两虚 心神失痒 就出现了心烦 所以原文说 山喀二三日 心中忌耳烦者 小煎中汤主治 这是我们讲的 脾虚的第二个方证 脾虚的第三个方证 那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的 贵之人参汤症 贵之人参汤 它是治疗 外有表症的发热 力有脾虚寒的下力 由于脾虚 脾虚脾虚 运化失痒 寒时内圣 寒时下注 升降紊乱的话 就会出现下力不止 寒时内圣 组织中交气机的话 就会出现 这个心下脾硬 这个症后 虽然是虚人外感 理虚肩表 但是它这种虚 仅仅是一个脾虚的虚 它没有涉及到 肾阳虚那么重的症后 所以我们仍然可以采取 表里同质 温中解表的方法 用贵之人参汤 人参汤是 李中汤的别名 贵之人参汤 就是贵之汤 就是贵之这个药 和李中汤合起来 也就是李中汤 加贵之所组成的 张珠景把它叫做 邪热下力 后世一家 把葛根秦莲汤的 适应症也叫做 邪热下力 可见邪热力的 这个邪热 是理症 伴随着表症的发热 邪热力可以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 李热的下力 坚有表症 用葛根秦莲汤 一种情况是 李虚寒的下力 坚有表症 用贵之人参汤 关于脾虚的症后 我们就讲到这么多 下次呢 我们先要讲 慎阳虚的症后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下课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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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